高雄凹子底森林公园 昨天晚间举办了万圣节游街派对 有8万人前来朝圣 但是遇上了雨神角局 附近的捷运站快被人潮给塞爆 对此高捷公司也提前发出了加班车 并且在晚间的8点完成暑运 高雄捷运奥子底站人潮挤得随些不同 这些人通通都是来参加万圣节游行 不过天宫不作美没多久就开始下雨 这些民众纷纷撑起雨伞 但是雨实在雷德太突然 不少人躲到捷运站或是提前返家 却也造成站内大打劫 从收票口一路挤到进出站口 一路无路可走 甚至连月台同样也是塞爆了 几乎要用挤的才能搭上车 警方也加派紧力疏导 很可怕 该15分钟 好像有游行外面奥子底火 就是出站都要排队 2024高雄万圣节 26号晚上在凹子底公园 举行游街派对 吸引8万人前往参与 高杰公司活动前 就已经规划散场时 一共架派6部加班车疏散 但突然遇到下雨插去 人潮提前回流 因此也提早出发加班车 往会场进出动线4号出入口 均有关闭电扶梯措施 并增加移动式感应闸门 方便民众刷卡进出站 晚上9点40分到8点左右 车站人潮较多 有短暂分阶段进行人潮管制 晚间8点左右 即已经完成所有的人潮疏散 当天有人扮成真人扮秘旗 就连小狗狗也打扮成鬼哇洽吉 上街游行 尽管雨神来角局 人不减高雄人的古怪性质 借高雄最后报道